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我在长江三峡邮轮的美维凯真号上享受我的惊吓之旅 根据我旅行回来后查到的资料 美维凯真号是一艘人气很高的邮轮 上一集的影片有拍摄这艘游轮的房间给大家看 其实他的房间不大 浴室也小 从船上的设施来看 他一点都不奢华 但就像人与人之间要相处过后才会真正认识彼此 是一样的道理 不能光看人的外表或外在条件 就论定他的好坏 这艘游轮的好也是要相处过后才会觉得他的好 当然 我没搭过其他的游轮 这样说好像也太主观 但是 关于旅游这件事 本来就是青菜萝卜各有所好 因此 大家就根据自己的预算来决定旅游的价格 如果你想更进一步了解长江三峡的游轮 可以在留言板留言 我会尽可能跟您分享我所知道关于长江三峡游轮的资讯 结束第一天上午的上岸行程后 游轮驶离封都 前往本来预计方晚停靠的中线县城 晚上本来有个自费行程 封烟三国的表演在中线 后来因为据说前一天下了大雨 所以当天的表演活动暂停 因此 我们搭的游轮就不停靠中线了 于是 从封都上船后的时间 我们就只能在船上休息 那么 接下来能做什么呢 我先是把所有可以花钱的地方稍微逛它一圈 后来觉得最美的还是免费的风景 不甘心在船上休息睡觉的我 决定努力的找到可以让自己很开心的游船方式 当然 有些人会相约去酒吧聊天 也有些人会自己找乐子 我的女儿就是自己去找乐子的那群人 找年轻人一起玩桌游团康 我呢 就随缘吧 于是今天的影片就是随缘的结果拍到的 也因为随缘 所以我很享受在游轮上的这份惬意 没有地方可以脚底按摩 就把钱省下来 没有人可以聊天 就让喉咙休息一下 没有人可以喝酒 但我也不喜欢喝酒 总之 就是随缘的看待这样的午后时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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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tã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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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了 好 健身房竟然没有跑步机 对 他的健身房好阳春 阳春到我没有拍摄 我想要日行万步的目标 就成了在邮轮上唯一的遗憾 但除了这个小小的遗憾 我是非常满意这船上的一切 所以 还是要大推这骚不奢华的邮轮 如果有机会再来重庆 我一定会再来长江三峡 再次大推荐 至于会搭哪艘船 得先把旅游的时间找到再说咯 请在这里掌声 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掌声有请 经理刘顺先生 接下来看到这一位 顾问部的相关工作 掌声有请我们 我们特房顾的经理陈丽娜女士 接下来可以看到我们 感谢大家 跟着关心 感谢大家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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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靠近了 我靠近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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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日炎炎 假期已至 我可能会在旅行路上遇见难耐的酷暑及多变的天气 但希望能遇见更多的美好及喜欢旅行的你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里结束 谢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的影片 希望您能订阅 按赞 分享我的频道 您的支持是我分享影片的动力 再次感谢您的支持与鼓励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我们下支影片